你们这些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 关心事正做回来 我是主持人蔡小军 基隆总共有7区 每一区都有自己的特色 还有人文风情 您是住在哪一区呢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要带大家来看的是 我们的安乐区 安乐区是基隆人口最多的区域 而且机能非常的健全 大型的社区林林 像是秦伦湖啊 大五轮沙滩啊 观光工厂啊 通通都在我们的安乐区 那安乐区还有哪些 知名的建设跟景点 还有好吃的呢 今天就要带大家来深入了解 为您邀请到四位来宾 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 是我们安乐区公所的秘书 郭文勇 郭秘书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郭秘好 第二位呢 是我们基隆市安乐区 里长联谊会的会长 也是我们三名里里长 许超胜 许里长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里长好 第三位呢 是我们的前市议员 也是我们现在 安乐区社区发展协会的会长 还有我们是我们的市政顾问 我们的郑林轻良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郑林妈妈好 第四位呢 是非常厉害的 是我们安乐区壮观社区的理事长 蔡丘林 蔡理事长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那我们刚刚说到安乐区 有一些知名 还有大型的建设 正在如火如土进行 其中有一个 大家都很引谨期待的 就是我们的大五人森林公园 一块先来看看 立委蔡适应跟市议员张之豪 先来会刊 亲子游乐设施 从现场来观察 篮球场跟儿童游乐场的轮廓 已经大致完成 立委蔡适应 市议员张之豪 当地外料理里长延后馆 会同各单位进行讨论 尤其是台电的电竿迁移 以及相关排水设施灯光等等 大家对于这个景点所规划的新设施 都相当的期待 地方上希望让民众 使用起来更加的安全便利 我想大五人森林运动公园 是我跟市长 我们在努力推动的前瞻计划里面 进入有更好的一个运动环境 那这个位置在大五人 靠近新山水库的地方 那各位看到 其实整体的规划 还做得还蛮不错的 那准备 就是在市政府在印刷完毕之后 即将对市民来做开放 这个新景点大五人森林运动公园 是利用前瞻基础建设经费 由中央跟地方共同来兴建 里面除了有篮球场 儿童油气场 还有溜滑梯 攀岩 极限运动场等等 经过会刊交换意见之后 接下来会进行部分设施的补墙 相信完成起用之后 会是基隆运动健身 跟亲子游乐的新亮点 大五人森林公园 真的让人家引颈期待 因为我知道那边还有我们的新生水库 那里也是一个非常好散步的地方 那安乐区是基隆七区 这十几二十年来发展最迅速 而且各项生活机能 健全人口最多的区域 我们要请郭蜜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拥有哪些独特的人文生活 还有景观面貌呢 谢谢 那安乐区在民国三十一年 那边为本市的第四区 那随后在民国三十五年 那正式更名为安乐区 当然就是取其这个安居乐业之一 那安乐区是本市目前人口数最多的一区 那目前人口数约有八万两千人 那区内的交通便捷 那可以直上这个国道一跟国道三 那到外线是可以说非常的方便 那其次在这个安乐区 住民的古迹也很多 像这个大五轮炮台 然后还有这个牛民船隧道 那这个住民的这个寺庙也很多 像以这个中元纪文明的老大公庙 然后还有慈云市 十方大厥市等等 那安乐区的这个医疗照顾资源 可以说是七区中最広富的 那基隆最具规模的这个长根医院 就在安乐区 那秦仁湖分院也在安乐区 那还有这个仁爱之家养护大楼 然后还有基隆的妇幼馆 都在安乐区 那另外运动设施这一部分 那四粒棒球场也在我们基金一路 那还有刚刚影片介绍的 这个大五轮生理运动公园 总共分三期 那刚刚这个第一期已经完成了 那未来二期三期会陆续来进行 那另外我们在基金二路 推动终身教育的这个社区大学 那也在本区 那安乐区算是一个新兴发展区域 那所以这个集合式住宅 也就是公寓大厦特别多 总共有一百五十几个 那安乐区也拥有 基隆是唯一的一个水库 新山水库 那它蓄水量有一千万吨 那尤其现在这个中南部缺水 那所以这一部分水资源格外的这个珍贵 然后另外在我们北部最早的 这个加工出口区 这个大五轮这个工业区 那目前这个占地有29公顷 然后目前有38家厂商 那这一部分就提供很多基隆的 在地的就业机会 那市政府在这一部分也有意放宽这个容积 让我们这个规模可以持续扩大 可以提供更多的一个就业机会 那另外我们安乐区一项 重视公园绿地的开发 所以我们区内的这个公园美景也很多 像知名的情人湖 那还有这个外幕山 这个湖海湾 那还有这个我们乐立三街 国家新城的金融湖 那还有新山水库上方 有一个中恶物生态公园 内辽湿地公园 市围公园 英哥青子公园 石泉亭公园等等 那安乐区的美食这一部分 虽然不像这个仁爱区 那么多样化 但是我们的这个平民的饮食也不少 那像安乐市场就有这个著名的菜桃肉 然后还有它对接这个安一路100项 有一个国家纯米制的龟 那还有一个鸡金一路 我们有九如营养三明治也很有名 那鸡金三路大家比较熟悉的 这个海龙珠餐厅 还有一个甲虫漆餐厅 然后还有卖金路的翁阿嘎等等 那这些都是民众来安乐区 尝鲜不错的一个选择 所以综合以上就是我们安乐区 除了交通便捷之外 然后人文古迹汇萃 然后医疗照顾资源 跟运动设施也很健全 然后另外就业机会也多 然后公园美景绿地美食也不少 所以当然这一部分我们安乐区 就是一个适合安居乐业的好地方 所以当然期待民众这个有空 可以到安乐区来走一走 另外另外就是这个我们在去年度 这个曲公所有跟这个 我们社区发展协会 那有合作就印制了 我们这个安乐区的一个阅历 那其中包括了一些古迹人文 还有美景的综合性阅历 那其中我们在抬头 也把安乐区的特色写成一首诗 那我这边就朗诵一遍 给大家听一下 作为我这个阶段的一个结束 好 大家有看到 真的是安乐医有展校园 说到安乐区其实有很多地方可以去 其中有一个就是大五人 因为大五人炮台之前听说里面常有黄金 所以那时候有很多人跑去挖黄金 那大五人炮台其实它有一棵树 在那里拍照你就会感觉来到了吴格窟 历经多个战役的这个大五人炮台 保存完善与其文湖是连成一气 是非常好的观光景点 我们就来看看艺术家眼中的大五人炮台 世界上少有像基隆一样 被众多炮台围绕的城市 而这些炮台又因为建成的年代各异 以及各自建政的战役冲突也不同 因此本身所代表的人文 历史 军事意义又各有千秋 大五人炮台 现今的炮台模样 是日治时期整建所成 为基隆要塞十大炮台之一 退去战争的面貌后 这里成为附近居民 休闲场景的好去处 这个建造所使用的食材 这个材料我觉得特别有兴趣 我自己本身是认为 其实食材这个东西 它还蛮能够融入环境的 跟周边的环境融为一体 也不会在视觉上产生特别突兀的这种状况 来到那里你就会觉得来到另外一个地方 像是世外桃源一样 有空大家可以去走走 那刚刚我们在看影片过程中 跟里长聊到 他说那里有两盏路灯是他送的 我们要赶快请教我们的许里长 其实许里长不只在自己的里内 有争取非常多的建设 其实还有的能力的话 还会把争取来的东西 来安置我们的安乐区 所以也可以看到里长他的用心 我们要请里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近年来积极争取的补助条款 来推动辖内的各项更新建设 大家好 因为我担任三明里里长 从99年到现在 刚好担任了10年9个月 那在我当初级刚开始担任里长的时候 我们在101年的时候 有争取到我们一个三明星光南球场 然后在101年的时候 那时候郑宁议员还在担任议员的时候 我们有向中央银件署做了一件 就是我们安乐区的都市更新计划 然后那时候我们做的是属于工化区域 然后有向银件署申请到一些 都市计划更新的事业计划书的补助款 那我们也成立了更新 后来是比较可惜的地方是说 我们在我们的民众的知识认知里面 稍微有点比较薄落一点 然后这几年我们社区又有几个区块 因为那时候我们社区里面 大概是有九张建造 然后现在改成成七个区块 然后有把一些建造合在一起 然后有五号 一号基地 二号基地 三号基地 五号基地 六号基地 七号基地 目前我们三号基地暂时停滞 然后五号基地 六号基地 七号基地 最近也向营建署申请到了都市计划 以权力变换的计划书补助款 大概五号基地是两百六十二万多 然后六号基地大概是两百四十四百二十九万 然后七号基地大概是三百六十八万 因为它是以七亿的大小跟人口数下去 来申请补助款的 然后在我们担任理长的时候 在一百零六年也做了城乡风貌 所以我们当初在一百年的时候 做了一个新冠篮球场 所以我们把五轮溪沿岸串联起来 就是我们是属于中下游段 所以我们在那里打造 就是在自分局辖区的门口那里打造 从那里开始起点 虽然那个不是我们三米里 可是走路的人大多数都是我们三米里的用路人 所以我们在那里打造了一条三明星光步道 从那里一直延伸到我们三米里里内来 现在目前也是我们的社区志工 在整理规模环境 虽然不是我们的区域 可是我们也一样任养下来自己做 然后在一百零四年的时候 我们社区也做了一些区域性的一些 像我们独发处的一些友善的空间 因为安乐区里面我们一起属于公有土地比较多 虽然没有像大五轮生理那么大 可是我们很多土地都是属于基隆市政府的 所有权利就是基隆市政府 所以我们也做了一些相关的边际公园改善 然后做了一些等等 然后在去年的时候 109年我们做了基隆市的第二条的示范道路 就是我们安乐区 然后总共的经费好像花费 应该是说七八千万吧 那我们安乐区刚好是三米里是做了人行道的改善 跟路面是属于我们做的最多 因为这整个路现在目前来讲我们整个示范道路满平稳的 然后我们的人行步道应该算一算我们安乐区的人行步道最宽的 超过三米以上应该都是在我们三米里里面吧 然后有些地方也是稍微现在还在争取 像我们家的水沟里面也可以养育 然后很多地方也是在在也是在 当我担任理长也是在在在申请 也是因为一些七公所的协助配合 加上我们的基隆市政府的都发处 民政处也相当相当用心协助我们办理一些申请的补助 他改建了这些等等很多很多很多需要的东西 然后最主要是说希望我们家的里面 也都会多多进行进来讨论 让我们更新因为一起的房子真的已经42年了 人也老了房子也老了 然后如果再不更新的话 真的是以后真的是住起来真的会有堪力性 所以在此也呼吁我们的乡亲们多多参与我们 有些问题也可以来我们办公室找我 询问询问聊聊天也好 让我们真的能够期待改善我们安乐意气的整体 居住的生活环境 谢谢 这就是要改善安乐意气的居住环境 因为他真的是个老公有 我记得是那个不知道叫什么工法 就是四面墙这样 玉住室 然后之前我曾经还听过 就是有人家的那个屋顶漏水 然后就整栋都在漏水 然后大家在家里面打帐篷 不知道那个到底情况改善了没有 应该已经改善了吧 是不是稍微做一下而已 其实也没有改善到很多 最主要真的真的真的就是 因为它的管线还有它的水泥 就是我们说的所持人的时候 阿西吧 应该是说阿西吧 阿西应该也到一个使用的一个年限 已经将近了 因为42年 好像是民国67年整地 然后民国67年底 开始有人搬进 现在民国68年的一月正式交屋 到现在已经110年 今年几乎上也是41 42年了 所以真的是期待大家 让我们安乐意气 我们生活是最便利的 对 内里真的是交通非常的便利 所以欢迎李明去里长家 可以跟他聊天 去李明会堂 因为旁边听说还有水垢还可以养鱼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家那里 就是以前早期 我是听档者他们想说过 我们家那里有两个活泉水 活泉水 就是以前他们在取来用的时候 就是当生活 还有还在 所以那个鱼刚好可以在水垢里面养 然后连夜路都懒得飞了 就直接在那水垢上面觅食 然后我们家的邻居也不错 都把那个整个上面都在铺 铺好像满 那个网子 然后防止夜路来偷吃 是 水垢里面 井里大概有二三十公分常有 所以欢迎大家来看看 这里就有活泉水养的井里 也是满特别的 那刚才说到 我们的那一个社区 我们的里跟社区 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那当然社区里面 有非常大的一个功能就是我们要关怀我们的利民 那现在安乐区有些社区其实是比较年长的社区 当然银法族就特别多 要带大家来看我们的五福社区发展协会 他们就结合了非常多的资源 其中有一次他们是结合了微风慈善基金会 然后带了两位狗医生到社区跟银法族玩游戏 没想到那银法族本来都不走出来的 现在都走出来 过来看看 到底是谁有这么大的魅力 让爷爷奶奶每个人脸上都挂满了笑容 就是全身白毛的雪橇犬 和已经是爷爷级的雪纳瑞 两只狗狗不只乖巧听话 更是从头到尾笑咪咪 跟爷爷奶奶互动玩游戏 模样可爱极了 温馨啊 然后狗狗跟大家一起玩啊 一些阿公阿嬤都好开心啊 在一起的话就是很快乐啊 然后同学在一起也都有互动 大家都很开心 这那个我们相信理事长啊 反正就活动啊 原本行动不方便的爷爷奶奶 顿时行走自如 就是来瞧瞧这超疗愈的狗医生 现在透过狗狗帮狗医生套圈圈 那排队套圈圈的时候 因为阿公阿嬷要往前走 所以她的脚步的部分已经在活动了 那因为套圈圈的时候需要弯腰 那同时腰部的部分 也在做核心肌群的一个训练 然后阿公阿嬷其实在套圈圈的时候 当然也会运用到手部的力量 所以她其实这是一个全身性的一个活动 回风慈善基金会 再度来到五福社区关怀据点 这一次带来狗医生与爷爷奶奶互动 连市议员郑林清良也都亲自玩游戏 给予极大的肯定与感谢 虽然用筷子拿这个饲料 就觉得就是说她的手在动动 手指在动 然后我们看到 拿那个圈圈套狗的脖子又拿起来 那看到老人家觉得他们玩得很开心 然后他们又在比赛 那觉得一组一组的 大家都很快乐的在竞争 那我想这个就是要让老人家 英华族的老人家要走出来 动动脚 然后活动活动 才不会失意症 透过夹食物 然后去运用到我们的手指 精细动作 然后还有这里面还可以算一颗两颗 还可以算数学 那狗医生的活动呢 就是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狗医生的狗狗活动 来帮助阿公阿嬷 让他们无形中又可以算数学 又可以做手部的精致活动 鼓励爷爷奶奶走入人群 每日外出运动 像这一次认识狗医生 就是最疗愈的心灵感动 真的很感动耶 像这样的社区关怀很多 那都是我们的社区关怀协会 我们的社区联谊会 我们要请我们的理事长 我们的郑林妈妈来跟大家分享咯 谢谢 我想刚才那个狗医生的那个习比亚 因为是刚好这个维峰的一个企划案 然后就是说想要叫老人家出来 但是他们也非常用心 就想说用什么方式把老人家 能够把他引出来呢 因为老人家真的在家里就看电视 就不出来 然后就是用这个方式 大家来玩狗 然后帮狗狗梳毛发 然后让狗狗玩一下套圈子 这样玩来玩去之后 我想就是要一个引诱 让老人家走出来 那那个活动之后 我就觉得非常温馨 也非常感谢 那么一整年度来 他们提供了那个什么 提供了那个血压剂 量血压的那个资料 让每一个老人家来的时候 就要量血压 然后量完血压之后 就在这个剧场里面 就据点里面就在那边玩 然后就是办一些活动 办一些活动 之后这些老人家之后 每天都每一个礼拜一都一定到 然后就是我们尽量安排一些活动 有时候就是讲座 那有时候就是就激励训练 让他们老人家去听听音乐 唱唱歌 然后就是激励训练 让你们动一动 然后结束之后 他们还要玩桌游 玩了桌游之后 其中有一位老人家是真的 他已经快要失忆了 那他女儿就带他出来 那出来之后他觉得很好 这个活动里面 这么多都是大概年龄都差不多 那就在一起玩 一起玩了之后 一年之后 他的桌游比别的一些年轻人 还玩得还更快乐 而且玩得还更有趣 觉得自己的他的技术还比别人强 所以我想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出来之后 必须要每个社区都必须要有这样子的活动 让老人家引他们出来 我想这个整个安乐区整个社区里面 有很多社区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照顾老人家 一个就是七弦社区发展协会 他们那个长照据点也办得不错 那老幼供学也很好 经常跟亲密幼稚园 还有那个安乐国小的互设的幼儿园 他们一起在 然后三明也是 也是跟也有是长照据点 然后他们有卡拉OK 把他们出来唱歌 然后五福 五福我们除了长照据点之外 我们还有社照 还有社区报 我们的社区报已经从民国 这个社区报是非常 他还出报纸喔 对 社区报 我们这个报纸从民国大概87年的时候 我们就创看到现在 那每一年都有两次 那现在已经到109年的8月 109年的2月都出来了 每一期都有出来 一年两次 那时候我们刚出来的时候 那时候87年出来的时候 习清坤是我们的区长 他就说 哎呀 这个第一期第二期做就好了 那你们就是有企划案嘛 那企划案就把社区的那个刊物 刊出来 那零零补助会就好了 就这样讲 会维持不久 我们听了也很泄气 后来结果不是 我们做了几年之后 我们觉得这个社区报 让各社区 我们每一年发出去之后 每一家每一副都一张 每一家每一副都一张 让所有的我们居民知道 我们社区发展协会 在做些什么事 在这一年里面 半年里面做了多少事 那大家都知道之后 非常认同 这个社区报 是相当的好 那就这样子 有社区报 我们这五幅社区 有社区报嘛 然后内疗里面 有师弟 他们的师弟 就是内疗师弟 我想也是非常 现在已经很多人 都到那边去 去看观赏 还有家宴街 台湾梦 所谓的台湾梦 就是说 他们是好像一个社团 给他们补助 然后就是带领 儿童 幼儿 就是晚上的时候 让他们去散课 帮他们散课 让他们回去之后 因为爸爸妈妈 可能是还在上班 他们带领这些小孩子 就在 就像小天使一样 天使那个一样 类的安情感 对对 就类似安情感 带动他们 我觉得内疗设计也不错 内疗师弟真的很厉害 厉害 不错 你知道他那边都是水 水师弟 我想说蚊子会很多 其实他没有什么蚊子 没有没有 因为他里面有哑云 都已经把蚊子在吃光了 不错 他们本来就是一个 方会的一个师弟 打造成一个非常美丽的师弟 也有很多人去 生态丰富 而且他们的导览员 都是他们自己社区的 所以社区发展学位 可以说是 有发挥他们很多的功能 那既然能够发挥功能的话 相信社区都非常活弱 而且非常一个 很好的一个休闲地区 那永康里也是有长照社区 他们也有环保 环保小学堂 那壮观里 等一下壮观社区 李市长在这边 等一下他的旗舰社区 跟嘉连法是最好的 那五轮社区里面 有长照据点 设照 防灾 他们防灾 今年的防灾做得很好 受到市政府内政部的讲评 还有他们的种子 用种子去做一些 一些植物的养植 植物的种植 他们种植 种植所有的种植 拿来之后 经他们的 开始好好的种植之后 他们会开花结果 然后开花的时候 他们就有意卖的时候 拿去卖 卖了之后送给公益 做公益 所以我看到他们做 那些种植的一个种植 我觉得非常好 很疗愈 那个非常好的一个设计活动 我觉得这个五轮社区 真的是非常用心 还有新轮的生态导览 还有夜勤 英安社区目前是做 尝试发展艺术中心 艺术治疗中 那英哥社区有文史导览 他们最近开始发动 他们的文史展览 然后就是乐益社区 他是老幼共学 我觉得非常感恩 因为罗理事长 因为他的 现在是苏贵知书理事长 那么他因为早期 有一点中风 然后手脚比较不灵活 但是他就带动 他自己起头带动 一些老人家 然后一起在运动 做经历训练 做各项的活动 就坐在椅子上 全部所有的人 都坐在椅子上 然后他们就开始运动 每天运动 结果他自己 是疗愈起来了 身体就反而好一点起来 他那个罗理事长 他的先生说 这样子我们苏理事长 因为他们父亲是 两个都是理事长 苏理事长这样子的运动 我比请外来 外劳还好 他在这边运动之后 身体反而更灵活 他现在都跑到南山 找起会去运动了 所以说在这个社区发展协会 假如有发挥他们的功能的话 可以带动一些老人家走出来 这是非常好的 所以我想 副社区发展协会 有很多地方可以申请 我们因为都是要用计划案 来养这个活动 这个活动才会生存 所以其实事实上 一些社区发展协会的 社区理事长 必须要用很多的功能 今天我们成立这个联谊会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因为我已经第13届了 那前几任的理事长 会长都不错 他们都会互相的 就是提供资料 然后交流 然后就是他们的活动 有一些好的资讯 都提供给 每一个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 要他们也要发动 所以说这个功能 我相信我也希望说 社会处 这个整个的市政府 必须要带动起来 因为每一个地方 都有争取的目标 环保局有环保小学堂 社会处有很多的 社区活动的计划案 只要有你计划上去的话 这起码都有10万 20万 或者5万 这样提供他们来 来协助他们一些的活动 然后文化局 文化局也有社区营造 社区营造 像我们最近就在推动社区营造 然后再来长庚医院 长庚医院也有他们的一个医疗计划 甚至于带动几个社区 不管公部门的 私部门的都有 都有 所以说 社区发展协会的成立 就是这个功能 那我想整个 这些功能最重要的目标 就是要达到 就是说有一些 能够 大家能够活络起来 不然的话 你不活络起来的话 社区就是死沉沉的 那能够把企划案提出来之后 那只要是你要各方面的 环保的也好 或者是老幼共学也好 或者是文化讲座 让老人家 或者是让社区里面 能够有许多的资讯 能够提供出来 像长庚医院也经常办一些活动 就是说 那个 让这个 医学方面的尝试 知识 让居民能够知道 这个是非常好的 所以 社区里长 比较辛苦一点 就是要动脑筋 要想计划 要规划计划 然后就是申请钱 申请钱 钱来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做 但是我们有时候 社区发展协会 只能够补助到 80%或者70% 剩下的还要 自备款 20% 所以社区里长 做的 每一个人都做得很辛苦 尤其我们 蔡理事长这边 他们也发挥 他们的这个功能 那我们 我想 蔡理事长这边 一定有很多很多的 资讯 要给大家知道 蔡理事长真的很厉害 所以要先带大家来看 就是由基隆市 文化局主导的社区 营造计划中 其中我们的蔡理事长 就是安乐区大壮观 发展协会 他们就进行了 跨域计划 与上人国小合作 赋予校园内 斑驳的围墙 新的生命力 一块看这段影片 去年打造的马赛克 拼贴瓷砖墙 让上人国小有了亮点 在今年大壮观的跨域计划中 社区再度与上人国小合作 融入生态与环保的理念 与孩子们一起打造 属于各班的墙面 跨域连结 已经进入第二年 那么我们第一年 在社区营造的这个课程当中 小朋友有指出 就是说 校园里面的这个内围墙 脏脏黑黑的 感觉是很不舒服 很危险的地方 那所以我们今年呢 就经过讨论以后 就以这个整修 我们的原本的这个围墙 把它美化 课程 让小朋友去知道 说这个 我们的生态 是怎么来的 那小朋友都玩得 非常的高兴 那另外 我们用保乐瓶来做植栽 那全校的师生 大家一起讨论以后 我们这个 现在这个世纪生态墙 感觉就非常的 这个可爱 这墙觉得 就是很多植物 觉得很漂亮 很好玩 然后可以种到 认识很多不同的植物 在种的时候很有趣 可以自己种 就是化腐朽为神奇 近年来文化局 积极推动社区营造 看见丰硕的成果 第一年他们是 协助马赛克拼贴 那个学校外墙 那第二年的计划 其实主要就是 改善学校里面的 这一个所谓的 墙面 那他们用的方式呢 就是用四季生态墙的方式 那带领小朋友 去做校园的一个资源调查 那包括校园里面 有什么样的生物 或是植物 那最后呢 也用那个回收宝特瓶 做一些 所谓的装置植栽 那这个部分 也可以做来 美化墙面 不但绿美化 而且也可以带领学生 去重新认识 什么叫做社区营造 营造优质的生活环境 带来满满的幸福感 两年的学习 让社区营造的种子 向下扎根 迎接美好未来 哇可以看到 我们的壮观社区 它不是跨域 其实它还有一个 很厉害的森巴舞团 另外它更带领了 老鹰家年华 我们要请蔡理事长 来赶快跟我们说说 当初是什么样的 这样的理念 然后用母鸡带小鸡 赢了很多社区 来进行我们的社区发展 谢谢大家夸奖 其实说领头羊 这个是一种 大家的夸奖 因为其实我们在前文件会的 这个陈其兰主委 他就是积极地把这个社区营造 希望大家能够参与以后 那民国90年 我们就在这个参与社区营造了 那这个会参与到社区营造 其实是刚开始 我们是因为建商引进社区大学 在壮关引进社区大学 那所以那有一个社区总体营造班 那一般的我们的这个大学 大概只有四年 我们的社区总体营造班上了七年 对 总体营造班 对对对 那公寓大厦 壮关其实全部都是公寓大厦 大概几乎快近3000户 那目前安乐区其实公寓大厦真的很多 那公寓大厦的社区营造 是现在文化部比较在注重的 比较在注重的 因为人的参与是很重要的 没有人的参与 那这个社区越来越生疏 那可能大家就感情越来越疏离 那所以说文化部 也就是希望文化局 各地方文化局能够有推动 这个公寓大厦的部分 那七龙市的这个社区营造 从大约民国90年开始 就一直蓬勃发展 到民国97年的时候 就有这个社造家族的成立 那这个社造家族的成立 分成两个家族 这就是传统社区 就由文安的那个里长 那个李隆进里长 来担任家族长 那公寓大厦这个区块 就由我个人来担任家族长 那是这样子的来运作 那以我们社区营造的这个 人口数比例 跟这个社区的比例来讲 跟其他的 比如说大都会的这个比例 我们的社区参与的比例 算是最高的 因为我们每次参与的这个社区数 都算是最高的 所以我们会分成两个家族 这样来做辅导 那也就是说社造中心 他们因为都是在外地 那住在外地 那我们本地社区的这个 这个理事长 我们可以去跟他们做一些沟通 我们可以给他们一些意见 那我们比较了解社区的概况 也比较可以深入地去了解 他们社区的需要 那所以会分成这两个家族 那一个家族 我们叫乐伙家族 那文安里那个叫 传统的叫隆来把家族 那这个 我们成立这样的功能 也就是说 社会局 文化局 它在培训人才 培训这个社造人才 主要的功能是说 希望你从不会到会 也就是说从社区营造的开始 会培训我们的人 造人 那也就是说从计划案 怎么撰写 那社区怎么去找议题 怎么去执行 那怎么去核销 这些都会有做一连串的这些教学 那我们再从旁辅助 那一般的这个县市 他们会是竞争的 那我们是大家互相协助的 所以在这个部分 社区他们在运 新的社区在运作的时候 就会减少很多的这种困难 然后他们就很快的可以进入状况 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参与的社区会越来越多 那这个因为金融市的这个公益大厦很多 所以公益大厦的社造议题 其实很难找 那我们壮观可以到这样子的这个社造 几乎到现在几乎参与了到有17年之久 有17年之久 那所以说在文化部他每一年对于这个社造议题 都会做一些检讨 那社造什么 从社造一期 二期 三期 现在已经进入这个社造第四期了 所以每一年他们在检讨这些议题的时候 也会请社区去参与 我也请曾经到文化部去参与过 他们社区议题的这种讨论 那现在我们社造四期的主轴 变成从社区里面会跨域 做到跨域了 那做到跨域以后 这个部分我们主轴都是会在世代前进 有一个主头是在前进 一个是公共治理 然后一个是多元平权跟这个社会共创 也就是说社区我们要走出去 然后你社区营造不是只限于你在做你自己的社区 是我们共同来关心政府的有一些他们比较关心不到的 那社区可能可以协助的 那你就由社区来帮忙 那我想社区营造最终的目的就是说 我们要有公民意识 我们要提高社区的参与 那至于说壮观的这个社区营造 我们壮观本来就是属于三明里 就是三明里里长这边 那因为那个建商刚开始开发的时候 跟三明里这边就有一点隔阂 所以说那个时候变成地缘的关系 有一个我们壮观比较山上 那所以我们才会去做这个联合社区来做一个 这个叫管委会的联合会 那从联合会出发以后 那再由那个建商他引进社区大学 那引进社区大学以后就会有很多的课程来办 那其中有一个社区营造课程就是在我们长期的在做这个社区营造 那从社区营造在社区里面的一些议题 比如说我们做生活的这个地图 然后入口一项 然后二手商店 然后这个宠物公园等等 还有共城共构 这些议题都是从生活上面去出发 那到后来我们发现说 社区的议题已经做得差不多了 我们就会跨域去连结 也就是因此才会去跟上能国小 做了两年的跨域连结计划 那现在我们就是联合我们的所有的社区 一起来办理嘉年华 一起来办理嘉年华 也就是跨域来办理嘉年华 那这个我们所有的这个社区议题 就是说像从这样子 壮观自己这样办活动以后 从一个社区营造的这个议题出发 一直到跨域连结 然后到一个变成 办了一个嘉年华以后 变成是社区行销 为一个社区行销 那今年的嘉年华活动 跟去年是办了十周年展的部分 那今年的因为我们疫情的关系 也因为这个我们要办理这个城市博览会 所以说到处都是工地 那市长林佑昌很认真的在处理这个区块 那所以说今年因为时间的关系 也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今年暂停停班 那明年会扩大来办理 那这个海洋老英嘉年华 其实我们这样讲 就是说我从社区办一些小活动 然后再办到大活动 然后再办到跨县市的去 我们去梦想社区参访以后 梦想社区每一年都会邀请我们去参加 他们的这个嘉年华活动 你们已经到各县市去了吧 我还看过桃园的 对 那刚开始是因为我们先参加他们的台北的嘉年华活动 那后来他想说 你要不要在基隆办一个嘉年华活动 我说我们社区哪有那个可能性 就他们就来了 那他们就说没有关系 你只要是你们主办当对口单位就好了 那其他不够的我们来帮忙 所以前五年大部分都是梦想社区来带我们处理 然后所有的道具 那些东西都是由他们提供 那我们就是出人出力这样子 那慢慢的 这个到林佑川市长 他说如果他上任的话 他要把这个嘉年华扩大办理 那真的是林佑川市长 他在后面的这个五年 我们的这个五年内 他就扩大办理 然后就封接办理 那我们这个是结合社区 学校 还有一些社团 还有一些这个新住民 还有国际学生 还有我们的一些外县市的团队 那外县市的团队 我们都是用交流的方式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碰到各县市 有这种邀请的时候 我们就是义务相挺 那到基隆市需要办这个嘉年华的时候 他们也会义务来相挺我们的部分 所以才能够用最少的经费 去办一个最大的活动 那这个活动它不是一个一日的活动 我们在一个月之前 或者甚至更早之前 我们就必须要跟这个艺术家来讨论 来讨论我们今年要做什么道具 去符合更有这个城市的意象 那包括说 从刚开始我们跟人家借道具 到后来我们是要进入 自己制作道具 制作道具的主题了 有时候变成说 我们要有海洋的意象 要有老鹰海洋的意象 所以我们会跟艺术家讨论 那这个主题讨论以后 再由艺术家来指导 帮我们制作道具 指导我们 然后社区居民一起在文化局的 那个地方工作坊 一个月的时间 那这一个月就从头到尾在那边 晒太阳 花风下雨也要在那边 然后这个到 嘉年华当天 再把呈现出来 那就会很热闹 那其实这个是用一种 社区营造的精神 因为它不是一个 这个一日的活动 因为一日的活动就是半一半就 结束了 很多的垃圾留在那边 我们是用社区的力量 去为城市 做一个城市行销 这个嘉年华的意义是这样子 那么我们除了这个嘉年华之外 那也就是说 有时候会感想到 人家说我们这样的 我们的社区居民 有时候会讲说 我们都是一些老女人 会不会让人家觉得 是没有什么看头 结果我们发现 大家给予社区的评价 都是还蛮高的 因为他们不会把它 烂尾像是三八五团 而是一些社区的 阿公阿嬷 大家一起来 一起来为这个城市 尽力 那我们也去 受邀到各个地方 像今年也会三个地方 像我们会去斗六 我们会去台东还有新北 去参与这个 今年的嘉年华游戏 把金融带出去发扬广大 对对对 是 然后除了嘉年华这个区块之外 那我们每一年的 安乐区的社区营造 我们也都会协助 那从以前 就是一个社区 去做安乐区的 这个社区营造之外 从我开始协助了以后 我们就希望 各社区的理事长 每一次都要来参与开会 讨论我们今年的主题是什么 没来就一直打电话 款扣他来 对 我们就会说 希望他能够来参与 至少你出来听一听 是 我们今年要做的是什么事情 会插出不一样的火花 因为你有踏进来了以后 才会有那种感觉 参与感 所以那个前五年 就是累积在地知识学 也就是说我们从这个 做了安乐区的美食地图 那第一年做美食地图 那第二年呢 我们找了很多的社区达人 第二年跟第三年 因为我们找社区达人 像五轮那个索纳 有没有 那个索纳的那个 自己的索纳 他都是从头到尾 自己制作的 那那个达人都已经近百岁了 他还可以这样子 好厉害 还气这么脆这么长 找到我们怎么 A柜这些东西 就是找了很多的达人 这样子 然后 那个这样的调查方式 然后我们会做 我们做了一个那个DM 还有再来就是说 社区 结合地景 还有社区达人的部分 我们设计的这种小旅行 社区的小旅行 把它当成一个小旅行的区块 那到第五年呢 我们办理的是 安乐无相利盈 就是刚刚我们郭明书谈到的 那个就是封面的字 封面的字 那那个无相利盈 这四个字 是我们请马水晨 马老师帮我们写的 他也很高兴 愿意为我们 那个提示 所以这个月刊 做的还 月历 做的还很不错 所以就是一步一步 可以看到 对 那就是说 每个月 会有每个社区 自己的内容 然后为主题 然后还有 加上你社区营造的 这些照片加进去 所以会让这个月历 它不只是一个 单纯的月历 而是有故事的月历 那因为这样的累积 我许很优越对不对 对 都被锁完了吗 对 差不多 然后这个月历的部分 这样累积下来 我们把所有的这些累积 都会在 安乐区都会在网站上面 做累积 做地方知识学的累积 那么 今年新的年度 它会更 劳动一些新的社区 因为有一些新的理事长 今年蛮多理事长 都会更换 那理事长更换 他们可能对于 社区营造这些事情 他们可能会有一点点 新的点子 想法或者 不晓得要怎么做 那我们希望说 一起来劳动 一起来劳动新的社区理事长 那包括说 比如说 我们比较有一些 经验的社区 跟他们一起来 那我们会设计一个 一个访试的 那个行程 那比如说 就欢迎大家来参与 欢迎他们新的理事长 带领的我们的这个伙伴 来社区 大家互相的交流 那另外我们配合 这个 这一次的城市博览会 我们也会 邀请 最后的一个提示 到社区 是由外县市的民众 到基隆 我们安乐区的社区 来看一看 我们是怎么样的 来经营这个社区营造 的部分 所以就让大家很期待 今年的城市博览会 那刚刚说到 我们安乐区 真的很有特色 除了有很棒的里长外 还有很棒的社区发展协会 每一个社区都有不同的功能 然后有不同的特色 那当然说到整体 还是我们安乐区公所 区公所其实推出了 非常多的便民活动跟特色 我们要请我们的郭密 来跟大家分享 好 谢谢 那因为时间关系 原本要介绍区公所整个业务 那我就简单介绍 我们近几年推出的便民服务措施 跟区公所在业务上 遭遇到一些困难 那像近几年就有推出免除 每年一到三月 那原本禁劳卡 爱情卡 那需要到区公所来办理展期 那目前只要到那个四大超商 去办就可以了 那另外就是申请社会福利案件 那只要民众切解同意 由区公所来代为申办相关资料 比如到国税局申掉相关的财税资料 那去那个我们申请的民众就不用亲自跑了 一战式服务就对了 对对对 然后另外就是线上填表申办的相关业务项目 那近几年也持续扩大这个业务的范围 然后包括疾难救助疾难纾困 都可以透过网路来申办 那另外区公所在这个近几年也推出这个 我们申请健保部分 那推出了健保快预通APP 就是不用来区公所亲自来办理 那透过网路就可以来申办 那另外刚刚有提到这个进老卡 这个陪伴卡这一部分 刚刚是指延展的部分可以到四大超商 那如果新办的部分还是得到区公所 但是以前区公所大概要作业时间 大概要半个月 那现在是马上办就可以马上领到 只要抽号码牌就好了 那另外就是民众一些陈景案件 那因为现在网路发达案件很多 那现在区公所都是透过往上的一化作业 那所以我们民众就可以马上透过电脑 就马上可以知道在区公所答复情形跟办理情形 那至于业务推动这一部分 那最主要像公园管理这一部分 在区公所就遭遇到一些困难 有少部分民众 那可能到公园就不是很爱惜这些设施 然后垃圾也会乱丢 那因为区公所在业务也很多 人力有限 财力也有限 所以这一部分当然希望少部分民众 以后可以发挥公德心 那另外就是失业 失业部分 大概很多民众几乎一失业 想领钱就第一个想到就到区公所 那不知道区公所事实上只办这个志愿性失业 而且是要陷困 就是你生活要陷入困顿 然后才到区公所来申办这个救助 然后如果非志愿性失业 非志愿性失业就是说 我还在找工作 只是暂时还没有找到 像这种就不在我们区公所协助范围 像这种你就可以到就业站 可以领到更多的补助款 那另外我就提到 我们区公所每一年都会编我们很执载率远化的预算 那区公所也做了很多了 那因为人力实在有限 所以一旦这个执载保固期一过 如果没有这个礼办公室 社区办事协会等民众的资源的话 那可能就杂草重生 或者枯萎 就没有发挥到它那个效果 也形成资源的浪费 所以以后我们就是区公所想 配合理办公室 配合这个我们社区发展协会 那或许我们可以办个竞赛 评比竞赛 让整个社区发展协会 理办公室动起来 协助区公所来维持 已经失做的这些直在绿美化 那让资源更有效的运用 所以就是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发挥公德心 只要能够来加入社区 让我们的礼更好 那就会让我们的生活环境更好 剩下最后一分钟 我们请四位都跟我们观众朋友 说说一些祝福的话 祝大家母亲节快乐 李章 也一样祝父母亲节快乐 然后疫情赶快消失 让我们的生活一些经济人越来越好 我希望有许多观众朋友们 希望到国家新城五湖社区 这个一日游的话 半日游的话 非常好的地方 有金融湖 还有在山上可以看到 这个新山水库 还有基隆语 以及老远看 可以看到101 所以我们希望各位观众 能够到五湖社区来 一半日游 也在这边祝福大家 母亲节快乐 谢谢理事长 祝大家母亲节快乐 那我们安乐区的这个 参与的社区 其实项目还蛮多的 有旗舰计划 环保局 你要下次再来 你讲不完了 好 那也就是说 其实参与社区 他们可以 让他们的这个 长者 更延缓失智 那对于政府 在长照的部分 可以疏解一些政府的压力 其实我市长讲说 参加社区的人 是不会有老人痴呆症 真的 真的 在理事长身上 我们可以看到 那种参加社照的 那个强大力量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安乐区呢 让人看到 激动成长的新力量 不管在建设或是景点 都有浓厚的人情味 今天非常谢谢四位来宾 来到我们的节目 跟大家说一下 安乐区有这么好玩 而且他们多 值得发展建设 期待的地方 也谢谢电视机 前面的观众朋友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 打赏 转发 打赏 打赏 转发 打赏 打赏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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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